那因為快篩陽性經醫師確認 經醫師確認之後就可以確診 所以有關 到底什麼時機可以做PCR的採檢 那這個部分也有跟這個專家開會 那有做了 這樣建議 第一個當然就是醫事人員如果針對這個 民眾做這個判斷快篩的時候 如果對於 醫事人員如果對這個快篩結果的判斷 有疑慮的時候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不是請這個民眾到 這個診所或是用視訊的方式跟醫師來 請醫師確認 所以如果在醫師跟這個民眾 之間沒有達成共識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也可以這個做PCR的檢測 再來就是如果說這個抗原快篩陽性的 一個確診者 那在隔離治療期間 有住院需求的時候 那也可以驗PCR 主要就是因為他可能在住到這個 醫院的時候 有可能兩人一室 那如果隔離床 如果是這個 是確診病人 那當然就有可能被被感染 所以 必須要做再做一個PCR的確認 第四點就是看快篩陰性 如果你看快篩陰性 但是醫師懷疑 就是你看快篩陰性 但是有症狀 所以醫師也懷疑你是sacovid的 一個病人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尤其是 你是重症危險因子 那這個時候醫師 可能會也可以開這個PCR一個採檢 那第五點就是 是屬於這個抗原快篩陽性的 這個第一線的一個醫療 醫療工作人員 那這個時候必要說也可以在20 小時內採檢 做PCR的一個復驗 確認他是不是 真的那個PCR 真的這個確診的個案 那第六點就是因為我目前正在做 就是 是從抗原快篩 從PCR確認為陽性 過渡到這個抗原快篩陽性 所以我們會先 暫時還是提供就是抗原快篩陽性 也可以到社區攝影站進行PCR一個採檢